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了别的队长 他选人的战术呢 其实没有错 但是输在了嘴笨 不知道怎么把他们争取拉拢过来 他喜欢的布布 电门 林梦 小明 杨凯 最终都选择了其他队长 他当时心态都崩了 排兵部阵也乱了 他提前做的战术都没有派上用场 这次选人环节 张一新真的被虐得很惨 不过张一新为了这次选人环节 还特地准备了礼物 每个加入他战队的舞者 他都送了一条自己亲手设计的手链 寓意他们锁了 四驾聚参的时候呢 一新也送了他们很多东西 但张一新最后组成的核心武器战队 胜算并不是很大 他战队里面比较能打的只有乔治和腾斐 但是没有夺冠热门的大神 也没有想到啊 最后四个战队里面最强的会是王一博战队 在对人选人环节 他用自己的真诚和用心 符合了众位大神的青睐 因为王一博以前也是街舞圈的 所以他对于街舞的文化会比较了解 他知道在滑板圈和街舞圈 他们都会用鞋带来充当皮带 这样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避免身体受到的伤害 所以他把鞋带当作了是信物 看中了谁就把鞋带送给他 这是这份用心和理解 让很多大神决定加入他的队伍 梁凯也表示 王一博送他们的鞋带这一点很有态度 他是真的懂街舞 懂这个圈子的文化 也给足了每位读者信任和尊重 布布一直都是这一期节目的夺冠热门 所以没有悬念 在他的房间开启的时候 四位队长都跑去抢他 想让他加入到自己的战队 但布布是王一博赛道选出来的 俩人私下有很多接触 王一博向他请教过很多东西 所以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加入王一博战队 成了他队里面最强大的存在 只要他后期不退赛 又或者是不被奇葩的赛制挤走 他一定能够冲到总决赛 王一博选人的时候目标欺稀 态度明确 不说一句废话 每句话都戳到了舞者的心里 所以除了乔治 他争取的其他舞者都加入了他的战队 包括小鸡 杨雨婷 杨文涛夫妇 电门 公孙吴明 他们都是节目前期非常出圈 实力很厉害的舞者 从各方面来说 这次王一博夺冠的希望很大 四个战队里就属他的队里的大神最多了 但没想到这季稍弱的战队会是王家尔 他选的人大多数都是新人 比较厉害的只有小白和小潮 因为他想要多给一些新人机会 想提携他们 所以很多大神他都没有去争取 之前小潮battle的时候 把大家都给惊艳到了 也说明新人不是不行 只是差一个机会 王家尔只要善于用人 最后说不定会有惊喜哦 最二人意外的其实是中汉梁队长 因为大家本来以为他的战队会是这一季最弱的 但他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几位大神 最后组成的战队 足以跟张艺兴王一博战队BK了 刘雨昕师傅林梦 以及夺冠热门肖杰都在他这一组 最重要的是吉祥物小红也在他战队 如果这季小红师傅肖杰真的能够夺得冠军 神子高就真的神了 这一期选人的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都表示被周汉梁的人格魅力给圈粉了 他选人的时候态度真的很真诚 尤其是安慰小宝的时候 他非常在意他的情绪和感受 可以说原本有几位舞者是没有想过要选他的 最后都被他的态度给打动了 被他邀请的舞者都抗拒不了他的情商和魅力 虽然说不到最后一刻 谁都猜不到哪个战队会夺冠 但从目前的配置上来说 王一博迎面最大 当然有小红这个吉祥物在 很多人也把宝压在了肖杰身上 这一季哪个队长能够夺冠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